然後Ella跟Dino先講一下 Dino說一起主持的開箱 其實 我也很久沒有這樣主持一個這麼大型的 而且這個是完全全新類型的一個節目 很開心可以跟Dino一起合作 因為Dino他真的很優秀 而且又賞心悅目 站在我旁邊 我們兩個看起來就非常登對 然後我 姐夫說是 母子的登對 可惡 Dino是怎麼會進去的 我很緊張 但是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啦 在第一次接下主持著 這麼重大的工作 就有這麼好的環境 然後有姐姐的照顧 然後三位評審也都非常照顧我這樣子 所以覺得很幸運 然後會持續好好學習 真的是乖孩子 對 很有家教 很好 大家別擔心 就是一個小手術這樣子 然後現在那個送化驗 大概也要兩個禮 兩到三個禮拜吧 所以不要擔心 傷口都癒合得很好 很漂亮 現在感覺怎麼樣 感覺 癢癢的 沒有啊 因為傷口在癒合就會長 快好了 就會有一點癢癢 快好 但是都照顧得很好啦 防水啊什麼都有做 好 謝謝大家關心 主持有時間比較長 肩膀OK嗎 就切掉了OK啊 很好很好 我是二十幾號去 十一月底的時候去切的 二號 好像二十七號吧 對 切完的第一二天啊 就是不能洗背 就覺得自己背應該很多 然後我沉就沉這樣子 然後因為你洗澡 這種天氣不是會洗很熱嗎 你又流很多汗 他會想說天啊 我肥一定 味道一定很重 哈哈哈哈 我不會 我 他會煮破料的水餃 對我會煮破料的水餃 沒有耶 煮泡麵 煮泡麵 不知道應該不會吧 沒有煮泡麵 沒有 需要幫忙嗎 不要 不要問這種題目好不好 女朋友還不算家裡的人 今天是家傳菜好不好 等到變老婆你們再問 好的下一題 謝謝姊姊 他 他喔 我煮的他都喜歡 我們還在戀愛的時候 那還不是家人的時候 這個我就先給你聊 那時候他還是我男友的時候呢 他就想說我都會做菜給他吃 所以他想要就是回饋我 然後他就煮了一道煎鱈魚吧 然後我就覺得 你還是吃我煮的就好了 真的是不怎麼樣耶 就是很平淡無奇這樣子 沒有湯菜有味道嗎 沒什麼味道 好像有熟啦 好香 那時候我們還是很真實的告訴他 就說 你們下次我們出去吃好了 好啊 那個提比跟很厲害 他們喔 應該都不太會煮吧 算了啦 他們可能初選 應該就進不來了吧 你喜歡吃你的菜 其實 因為 我就是生了小孩以後 就 久了小孩以後就很少在煮了 他很少吃我煮的東西 然後他有沒有喜歡吃我煮的菜 他喔 他會好好吃飯 我就謝天謝地了 然後呢 他最喜歡吃的就是薯條 可以啊 我不會禁止他 但是他是個很有節制的小孩 他也不會很愛吃甜的 他吃到太甜的時候 這個太甜了我不要吃這樣 好成熟喔 對 然後呢 但是他現在吃飯有進步了啦 就是真的可以好好自己吃 可是他遇到他媽 就很希望他媽媽餵他吃 他就想要撒嬌 然後我想說 我們能餵到他什麼時候 好好餵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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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 就是這樣 但媽媽心都比較軟 最後副理會在哪裡 就是 因為我都是禮拜天嘛 他就會帶他來 然後他就來這邊吃個便當再回家這樣 我就 我就少弄一頓 超方便 其實之前就有這個想法 但是因為我先生就覺得 他還 他自己有一度有動搖 但他的理智還告訴他說 算了算了還是不要 因為他覺得要再經歷這一次 然後我的身體 又要再經歷一次這樣的變化 他就有點捨不得之外 又覺得 那個吸奈瓶啦 然後又要帶一堆東西 大包小包 對 就所以他還是覺得說 先不要這樣子